很多中年人经常说 等我老了以后我要干这个干那个 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 总之把一切最美好的理想都寄托在 等老了以后 很多人还以为老了以后 还是跟青壮年一样想干啥干啥 我告诉你 当你老了的时候 你听不清面前的人说什么 你看不清火车票的座位号 走路需要拄着拐杖 也可能每天坐在轮椅上 也可能每天吃饭拉屎 都在床上 这就是老了的时候 咬不动肉走不动路 除了两眼发呆 什么也做不了 还有很多人不会有老了的时候 因为昨天你还见到他 今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要说等老了以后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应该在还没有老的时候 就抓紧时间实现人生最后的梦想 你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更别说等老了以后 趁你还没有太老的时候 趁你还可以走路的时候 趁你还活着的时候 立刻做你最想做的事吧 不要让自己死不瞑目 记住 最后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下检查 我们还是要担心的调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